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单元是信仰QMA 无论在生活上面,或者是在面对基督信仰上 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从圣经真理来找到答案 那今天要带着我们一同来思考的是徐老师 徐老师要来跟我们谈一谈 可以换教会吗? 有些人认为说换教会啊 就好像背叛了自己的教会 换教会就是叛徒了吗? 来听听徐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徐老师 我要回答的问题是 换教会就是叛徒吗? 一位教会姐妹像我说 教会就像母亲一样,不能批评 母亲再丑,你都不能离开她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了解 教会是什么? 自从耶稣升天,圣灵降临后 主耶稣的门徒立刻向当时在场的群众宣讲 耶稣就是基督 因而三千人悔改,相信,立即受洗 并且加入了主耶稣门徒的团体 一起生活聚会以及做见证 教会就这样建立了 而教会这个名词 原意是被招出来的一群人所组成的团体 这个团体以基督为头 对内定时聚集敬拜 宣讲主的道,实行胜利 向外见证主耶稣与天父上帝 为了领人归主 而教会又分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 以佛所书第五章二三节提到的教会 是历史历代以来 每个相信主耶稣的人 从相信接受主耶稣那一刻起 就加入了这个以基督为头的身体 就是加入了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不受时间 地理空间的限制 更不受教派、教义或语言文化等等的限制 我们称这样的教会为宇宙性的教会 或普世教会 而现在活在这世上 基督徒都受到时间、空间、地理、语言、文化、社会条件等等的限制 所以分别组成了许多小的基督徒的团体 这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的教会 我们就以地方教会或堂会来称呼它 地方教会有它的功能与限制的 是提供了语言、文化、地理空间等等的方便 以及配合了当地的需要 使基督徒能够就近在其中崇拜、受圣礼、受教导、有团契生活等等 那这样地方教会也各自有它的特色与习惯 因此各地方教会在崇拜、聚会、带领的方式、教会的管理方上也各有不同 因此一间地方教会可能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的需要和喜欢的 现在回到你刚刚所说的 教会中有个姐妹向你说 教会就像母亲一样不能批评 母亲再丑你都不能离开的话 这句话错了 首先圣经中用了许多比方 如军队、如家庭等等来说明教会的功能、目的、作用等等 但完全没有以母亲来做过比方 保罗写信给贴萨罗尼加教会时提到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纯心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 保罗在这里提到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是要表达她与使徒们对贴萨罗尼加教会信徒的疼爱与付出 其次谁说母亲不能被批评呢 母亲是圣人吗 母亲没有罪恶吗 保罗写信给提摩泰提到了 如何去劝戒教会中年长的妇女呢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写到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可见的就算自己的母亲有了错处或犯了罪 都应当去指出并给予劝戒的 我们再来了解批评与论断的不同 主耶稣要求我们不要论断人 耶稣禁止我们论断人 因为论断人是定罪 有毁谤责怪敌对 甚至要毁灭对方的意味在里面 而评论事情是指出事情对错 是非黑白 或者指出人的品德行为表现上的错处 好使信徒在品德为人做人做事上面 都得到益处 耶稣成像敌对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 注意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能指证我有罪 而是允许人们来找出他的错误或罪来 那么在教会中谁是不能被指证呢 因为上帝有话说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生出来的 也就是在爱中一定要清清洁洁的 如果你所参加的地方教会 在信仰上走了岔路 或者牧师长老不能接受信徒的批评指证 这样教会连耶稣都要离开了 信徒为什么不能离开呢 又是背叛了谁了呢 上帝要求信徒要投身在地方教会之中 这样看来信徒若想离开某一间地方教会 换到另外一间教会去 这会是非常痛苦的决定的 我建议信徒自己先祷告 如果清楚了 然后去和牧师长老或团契的辅导等等 告诉他们要更换教会 也跟他们交通原因 若能取得谅解和和气气的离开 这是最好的 不论如何 至少你不是凭血气行事的 那么你就平平安安的离开原来的教会吧 最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都能够正确的认识 主所设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 我们也求主祝福教会中的牧师长老 执事等等带领的人 能够敬虔爱主又甘心爱人 使他们能带给全教会上帝的祝福 并且吸引卫信者的来到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分享 针对幻教会的问题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你继续地写信给我们 可以把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 或是进入就文之声的网站 留言给我们 非常期待收到你的任何回应 祝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